一块石头,一条手镯,一颗龙牌,四条手串 都说翡翠行业暴力 可你知道这钱怎么赚吗 这块石头是老张五月份独自先往 正处于危险战乱的缅甸矿区找到的 OK,去帮我拿下钱 在经过多重反左的手续过后 我终于得以在四个月后的今天 将它做出成品给大家分享 在和多个老师与师傅的交流过后 我们先将它切了片 分别划分出了每个部位最适合制作的成品 六澳子中心面积最大的一块片料 自然是打磨成手镯 本以为手镯配上少许黄雾 会影响整体质感 但成品出来之后 这手许黄雾反倒成为了平淡中的点缀 而剩下的材料 因为厚度和大小的原因 很可惜没法取出手镯 而本打算做手镯的另一块片料 因为圈口和黄雾的问题 保守起见 我们将它打成猪子 分别做成了特色手串和纯净手串 还剩下最后的盖子 经营剔透 物层分明 与师傅讨论过后 我们就雕刻出了这么一个叙事结合的桥桥龙牌 这份料子的起货可以说是非常多 没有剩余的料子 起了一条手镯被我们的脆油已经带走了 一会儿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特写 现在在我们手里就是后面加工出来的 加工了四条手串 还有一个龙牌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龙牌 这个龙牌雕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 我们这个细节的刻画也是非常到位 龙头还有龙的身体是立体雕刻 然后后边的黄雾层是利用它原有的这个雾层 做一个巧雕 做的一个火凤火 揉的是一个随形的造型 正面的话种水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做的一个立体的蛟龙 龙的整体的这个效果出来 可以说是非常霸气的一个龙 那这个手串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带的这个黄雾的这个位置 我们取的是这种特色的手串 大部分的这种珠子都带着一点黄 每一颗都有一点点 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这种呢属于特色的一个珠链 像里边没有颜色的位置呢 我们就做的这种纯净的 可以看到啊 这种纯净的珠子做出来 非常漂亮啊 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非常有味道 做手镯的那一板呢 我们做的是大珠链 剩下切下来的呢 边边角角呢 我们做的小珠链 这个料子我们切完之后呢 还剩下一些刀下的边角料 然后呢 被我们的同行给打包带走了 到我们大哥手里呢 每一件都是精品啊 特别是那个手镯 那个手镯一条就回本了啊 OK 这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